《真智慧序》 在《真智慧序》这部典集它讲 导师身上一寒毛 插上一滴植物油 就是上师他身上 引导你的上师 心灵导师叫导师 他身上一颗寒毛 就一根 如果你把它涂上植物的油 就好像古印度在保养身体 像现在有乳液 古印度有很多的精油 对不对 这类的东西 上师 这个就是导师身上一寒毛 插上一滴植物油 所积福德远胜过 数捷供养众佛陀 你像是一根寒毛涂一滴植物油 他所积的功德超过 你多生累劫供养诸佛陀 在这个《真智慧序》 有这样的开示 所以越成心供养上师 就是立养上师一根寒毛 就是你发心 就是很欢喜的来供养上师 立养上师一根寒毛所积的功德 胜过供养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 因为上师教养的恩情 远远胜过其他一切诸佛菩萨 为什么呢 其他一切诸佛菩萨都离开了 对不对 他所对你产生的加持教化 结果什么 没有带走你 把我们留在这里 是不是 对一个行者而言 你还在轮回 过去的诸佛 虽然恩德浩瀚无边 但是他的力量 还是没有办法把你带走 现在上师代表诸佛来 上师教养的恩德 当然远远超过一切诸佛菩萨 中科巴大师他开始 对那些正确开示 究竟知道的善师 善师就是那些好的上师 正确开示 究竟解脱到的那些好的上师的 一个毛孔的供养 远胜过供养一切佛的说法 出于无上圣 就是这个论点 有的人就说 这个论点 这个观念 是从哪里来的 要探究 是不是你自己随便说的 中科巴大师他作证 他说这是出于无上圣 无上瑜伽的典籍 其原因是力量功德 远远超过诸佛之故 又如经中说 像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供养天界美食 历经十节的福德 你像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一尊佛的教化区 三千大千世界的 这么多的众生 供养像天界上 这么样的福食 美食 供养多久呢 十节 这种福德 你不如供养给一位佛门 居士一餐 为什么 一个佛门的居士 他还有守居士的戒律 他不是普通的众生 那么给三千世界 给三界众生 无数的居士 三界 欲界色界 无色界都有居士 你供养他们一餐 不如像一位比丘 供养一餐 就是一位比丘 就更可贵了 所以你照这样 以此类推 在供养一个 这个预留 果位预留 就是这个须陀还国 再来就是 斯陀还 阿那汉 阿罗汉 供养这个 这些 这个小圣的圣人 那么你下一级的众生 的数量 与上一级的这个 众生的相比 上一级的福德 远远超胜过下一级 我们看过这个动画 刀立天的乡下 对不对 刀立天的乡下 再说刀立天的天人 他有什么样的宝贝 住在天宫中 他的这些眷属 同心同德的来 供养他 奉饰他 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每天欣赏的 他以前布施 修法 产生的那些宝贝 有没有那些宝石 我们看起来就是 哇 这个福报真是巨足 但是他连出门都不敢出门 为什么 他住在刀立天的乡下 那是穷乡僻壤 就是刀立天随便一位天神出来 都远远超胜于他 百千倍都不止 刀立天 就是最有福的人 这福报顶尖的天人 他比不过再上一层 都率天 最没有福的天人 你看这个福报就差那么多 那种比较 不是我们人类的这种思维 可以想象的 我们人类的思维 没有办法去产生那样的比较 那要有超出一切凡夫的智慧 还有那种眼目 你才能够去了解 所以在这个经中 他讲文艺佛名 见一尊佛的功德 就是你听到一尊佛的圣号 比如释迦牟尼佛 大日如来 阿处佛 听到这个佛号 或者看到一尊佛像的功德 远远超过什么 供养一身 圆绝的功德 你一身用来供养圆绝 这样的圣人 一身供养他的功德 比不上你听到一句佛号 或看到一尊佛像的功德 你还在点击什么 把他讲得这么的透彻 所以你如果读一句佛号 或者看到一尊佛像 你粘理它而看到了 这个功德产生 如果它是有形象 虚空也难以容纳 这个功德大到没有办法去 这个虚空没有办法去承载它 但是话讲回来 你供养佛 你看到佛 听到佛号 这功德就这么大 那供佛的功德也无比的殊胜 但是供养十方佛菩萨的功德 无法与供养上师一根寒毛功德相比 充分说明供养上师何等重要 我们要深刻认识 面面不忘供养上师的功德利益 在这个教授里 他有讲到这样的一个差别性 让同修你产生一个 那为什么供养上师的功德 为什么在金刚圣 它特别的殊特 那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慢慢的这样子一个铺陈 让大家去理解 那佛多如围尘遍布宇宙空间 一尊一尊供养遍布法界的一切佛 谁能做得到呢 因为这个佛 我们在某一个角度来讲 一个围尘的空间 就是飘在这个空气中的一个灰尘 一个尘沙 它里面的空间 它里面就有无量诸佛在其中 那虚空法界 整个宇宙无比的浩瀚 无量无边的诸佛 你一尊一尊的供养 你谁能做得到呢 所以供养自己身边上师 等于供养一切诸佛 一位上师受供 等于供养一切诸佛 不仅如此供养上师 直接获得的利益福德 远远超过供养一切佛菩萨 可见没有比供养上师更重要的事 在密序里 他讲放弃对一切的供养 真诚供养上师 出修的人或显教见地的人 这句话你受得了吗 在密序他讲放弃一切供养 不要再去供养什么了 供养佛菩萨 身问元节阿罗汉 放弃吧 他讲什么 真诚供养上师 所以我们一般 不是修学金刚圣的人 他哪里能接受这种密序的见地 为什么 修写教的他一生都在供养三宝 是不是 这供养三宝他觉得最好的 最上手的一种修行 最大的福德莫过于供养三宝 密序他叫你放弃 专行供养上师 真诚供养上师 按此一礼 应放弃对其他佛菩萨的供养 只供养上师一人 但是世间人的做法 恰巧与此相反 真是可悲 在这个清清上师 他讲到世间的人刚好相反 但密序叫你放弃供养诸佛菩萨 真诚供养上师 世间的人在修行 刚好相反 一直供养诸佛菩萨 舍弃供养上师 他说这是可悲 这些様子是非常相关的 似乎是哪位 这是才问ге 治职的 是除智